这个东西是一个外置的声卡 是我在2017年花了980块钱买的 这也是一个外置声卡 才300多块钱 这是一个罗德的麦克风 M3 也是在6年前花580块钱买的 现在我用这个小家伙 平替了这个大家伙 这个声卡其实是很专业的 我当时买了这一套 也是因为有专家帮我推荐的 我在苹果电脑上录制课程 收音不好 这套收音非常好 一看上去就很专业 它用的是卡能口 但是时过境迁 我的需求变了 对硬件的要求也变了 我现在用这个小家伙 这是佛西的K5 Pro 之前做过详细的视频 用它听歌或者玩电脑游戏 声音很不错 它还可以接PS5作为PS5的外置声卡 但是它不能接XSS 它也可以接苹果Mac 这是Tascam US2x2 它支持两个卡能口 而且有48V的幻象供电 这是耳机监听的 后面一个USB2.0接电脑的 还有独立的供电接口 这两个是输出 很实用的一款声卡 麦克风声音效果特别好 但是日常使用播放歌来说 相对目前主板板载声卡 没有特别大的提升 如果单从用电脑听歌来说 这个小声卡 音质纯净度方面要好一些 这个大声卡 它主要用于声音输入 比如这个接人声唱歌 这个可以接吉他 现在这个声卡已经有新款了 后面带一个HR的 我去年用这个小声卡 替换了这个声卡的声音输出的部分 像玩游戏以前我也用它 但是某些游戏 它的兼容性并不是很好 比如说极品费是21 但是这个小声卡的PC兼容性很好 后来我就想用这个声卡 专门做声音输入吧 之前也发过视频 但是我最近发现一个问题 这个小家伙他也是带声音输入的 像我平时录声音或者直播的时候 用这个麦克风 这个麦克风500多块钱 很牛啊 罗德的 型号是M3 声音特别的纯净 特别的棒 这个海绵也有6年了 都变颜色了 另外我还给它配了一个电池和充电 很不错的一个麦克风 据说这种麦克风可以用很久 这个麦克风我是打算一直留着的 之前这个声卡对于我来说 它的大部分功能我都没有用到 我只用它来收音 但是如果只从收音这个角度来说 我可以给这个麦克风 配一个这样的转接线 其实这转接线好像 买麦克风的时候就送了 我也忘记了是单独买的 还是怎么弄的 这样就可以把这个专业的麦克风的卡能口 转到了3.5毫米的耳机接口了 可以插到电脑的后日面板上 我试了一下 声音很小 比如我正常这么说话 它露出来的声音特别小 好像里边缺少了点东西 主板的板仔声卡 我后来发现这个小家伙 它也是有麦克风的 这是耳机 这是麦克风输入 我把它插到这个里面 你看这个这么粗 与这个右旋钮中间 还是有一点点空间的 设计的还是比较合理的 用它来说话 通过这个声卡传入电脑 声音很清晰 音量也有了 纯净度也有了 那这样就完全可以替换 Windows平台下这款声卡了 对我来说就没有意义了 后来我又把这个佛西的小声卡 接到了苹果M1笔记本上 它也可以正常识别 也可以正常录音 对于我这种 轻度录音的使用者来说 这足够了 而且还小巧 以前为了架这个麦克风 我还给电脑桌架了一个支架 支架我开始买了一个29块钱 后来发现不好用 后来又买了一个不到100块钱的 发现特别结实 各位在我之前的视频里 应该看到过那款支架 现在我也不想用支架了 用这个麦克风赠送的桌面 这种话筒 支架 当我需要录音或者直播的时候 把它放进去 这样就行了 包含这么一个小东西 这也是罗德自带的 还有它的标志 这个白色的胶布 是我自己贴的 因为它这个底座是铸铁的 怕它滑桌面 这样用这个小声卡 可以平替这款专业的大声卡 回头我把它挂到鲜域 给专业的人士 像这个MIDI 我都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一般都是专门的音乐人或者工作室才用这种声卡 对我来说 这种组合绰绰有余 又小桌面又整洁 还方便 效果还好 录音效果是差不多的 听歌效果还是不错的 这个声卡伴随我六年了 之前用它来做Wordpress教程 好多声音都是通过它收的音 还有苹果麦克教程 现在做这种事少了 现在用的最多的 也就是直播的时候 用这个麦克风 声音效果好 还有就是 录一些讲稿的视频的时候 也用这个麦克风 有的时候出镜 也可以用这个麦克风 把它藏起来 这个收音效果还是不错的 好了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 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 给各位一些参考吧 再见